我們來稍微比較一下 因為剛剛老師已經都用過這兩個了 那您比較過之後 您發現怎麼樣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用 這個跟這個啊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用 其實都好用 但是呢 如果說您要做比較長文件的輸入 那我會喜歡用這個 Speech Note 為什麼 因為它按下這個之後 你如果停止之後 記得按一下停止嘛 就不繼續 因為我可以在這邊打Antern 有沒有 你第二個段落 第三個段落 就自己決定嘛 用 Speech Note 它的好處是什麼 你今天沒有按下停止錄音的這個按鈕 它會繼續的幫你做辨識 這樣你了解嗎 但是如果你是用Google那邊的話呢 它 你只要停一段時間不輸入 它會自動停止 對不對 因為它原本是類似做語音命令的輸入嘛 所以就一句 它講完蛋就 以命令的方式來講 當然這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你要輸入文件 因為你有時候是不是要思考一下 會停頓一下嘛 那你就停 沒關係 反正你沒有講話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Google這邊就停掉 你就被人還在按一次 有時候 這樣會打斷你的思緒 你會忘記 我待會我要講什麼 對不對 所以其實如果比較慘的 你可以用 Speech Note 好 但是呢 如果你 不管你用這兩個服務的哪一個 請問各位 如果你講的第一次 比如說像我剛剛辨識的那一個 你看它這裡沒有弄好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要回來再打一次 然後呢 這邊 反正也沒有標點符號嘛 像Speed Note還有個好處就是 在你停頓的地方會幫你自動空一個 所以你知道那個斷點在哪裡 斷點在哪裡 那 但是不管怎麼樣 是不是都還是要回來改 但是我還是必須說那句話 你累了嗎 因為 你講了一次 他不懂 辨識的不好 你是不是要再講第二次 如果這小孩還是教不會 要不要再講第三次 所以你知道 我要跟你講什麼的嗎 老師平常 可能也會有什麼 錄音筆啦 手機有沒有錄音的功能 所以今天 如果你不希望那麼麻煩 對不對 你看我有錄影有什麼好處 你知道嗎 我都不怕你幫我replay啊 我又不會累 所以其實您可以錄好音之後怎麼樣 你看 看這裡 對啦 聰明 你跟他講 我已經說過了 不會 來 你看一下 我在這邊 因為呢 我的裡面 像你們在這裡看到我們訊息這裡 我下面不是有 我幫OneNote錄製的這個 教學影片嘛 那我的錄的方法是顛倒過來 一般如果標準的節目製作方式是 先有稿出來 然後主持人就照著那個念稿嘛 但是說真的 我們平常在教你 很難這樣子去講 會覺得很奇怪啦 就是 每次講就算上一樣的課程 我也不會講一模一樣啊 那所以說我就先錄好我的教學影片 然後咧 就播給他聽 這樣你了解有意思嗎 所以 我們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 因為 口語的講法 跟文字的那個敘述 事實上 與文言的方式還是不一樣對不對 您可以先使用 所以你這樣知道我字幕怎麼產生了嗎 反正 他很多時候 難免會有一些錯誤 系統 我就重新播一次給他聽就好 不過不管怎麼樣齁 不管您是用錄音的也好 還是用這樣 就是 逐字念的 都沒有關係 但是有一個原則就是 第一個 不要念太快 你念太快像機關槍一樣 他可能會來不及做第二層 我們剛剛講說 辨識的時候他要做兩層 對不對 一個是即時的翻譯 一個是什麼 整句出來之後 他會做一個語意的翻譯 那如果你講得太快 他來不及 他就只好給你即時的翻譯而已 他就要偷懶了 因為沒辦法 因為來不及嘛 所以我通常都會大概 十秒三十秒以內 這樣的內容 讓他辨識一下 我就拿出來了 我就不會弄那麼久 我就不會說 像什麼那個開會啊 或 我就直接念一下 一直到後面去 因為這樣辨識效果不好 那第二個就是 你在講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 不要講太快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說 你講的時候 一句話要稍微停一下 平常我們講話是可以 就是中間停度 是可以少一點的 可是因為你要讓他辨識嘛 所以說我通常會講一下 所以你看我剛剛在念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我都稍微 刻意把速度 字的速度放慢一點 停度時間拉長一點 因為雖然看起來 我們犧牲一點點時間 可是他辨識率比較高的話 其實我反而不太需要 做太多後面的修正 對不對 我們前面努力一點嘛 後面就花比較少時間做修正 所以這個是 我們這個 線上語音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這樣可以了嗎 請問一下嗎 你說那個部員長 然後讓他辨識又 好 等一下我找一下我那篇文章 因為那個文章 我有放在我的部落格上 等一下我給你看一下圖示 我們來看這邊 看這裡齁 在這裡的話呢 這樣把麥克風渡鬼了後 這樣知道嗎 你用 是不是用喇叭播 對不對 然後呢 平常我們如果是 一般的音響設備 當然都告訴你 喇叭不要對準什麼 麥克風嘛 但是電腦的沒什麼關係啦 你就大膽拿過去 反正就算壞掉也 開玩笑 開玩笑 這個回收的情形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你就把你的麥克風對準他 因為你麥克風收音 是不是要給他辨識的 那喇叭播出來是你錄音的檔案嘛 這樣你了解意思啦齁 所以你就對過去就好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簡單做個參考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那時候你們錄影的畫面 他怎麼配合在那個畫面上 喔那個是YouTube本身 字幕跟影片是分開的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在看那個YouTube 這個內容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自行開關字幕 所以我不是把字幕放在 就是製作影片的時候 直接就放進去 因為這樣有個缺點 你的影片如果萬一錯了 是不是要重來 就是說有錯字啊 或什麼是不是要重來 那我不用啊 我如果有錯字 我就改字幕的檔案就好了 所以 對對對 所以我們YouTube上面 是不是有所謂的多國字幕 那個字幕檔是可以被下載下來的 也是可以被下載 我部落上有一天文章有介紹 怎麼去把那個檔案下載下來 那你今天上傳到YouTube的時候 本身就可以傳 個別傳那個字幕檔上去 比如說我做的是多國語言的影片 那我有中文的 我有英文的字幕 他就可以看使用者 你是哪一個國家的 他自行挑選那個字幕 所以這個字幕本身是文字 他並不是直接 砍入到我們影片裡面去 這樣我們的彈性比較大 那你知道對象什麼嗎 那個 那個 Google那邊 YouTube那邊可以設定 不過我是用威力導演 直接對好 對好之後 我放上去 直接就可以放進去了 這個是蠻好玩的 因為其實 通常這樣是比較方便 因為我可以把它關掉之後 我的影片就不受影響 就不受那個字幕的影響這樣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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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